面對遠道而來的桃園市長 鄭文燦前總統陳水扁 在廣播節目上開口提問很直接 阿扁說得隱晦 但說穿了就是列出2024 最有可能出現的三個對決狀況 南北戰爭指的是賴清德對上朱立倫 星桃之戰和桃園內戰綠營的代表 就是鄭文燦 分別對上侯友宜和朱立倫 缺席啦 2022年這一關要通過 這一關能過的話才有2024 所以2024我 面對阿扁的逼問 鄭文燦四兩撥千金 就是沒有明確表態 畢竟民進黨內部 不少人都有意角逐大位 一天沒有大事底定 誰都不敢確保 能拿到總統大選的入場權